那为什么我这边看不到 为什么王旭东在表演哑剧 王旭东你声音调好了吗 王旭东你声音调好了吗 王旭东你调一下你的声音 他是认真的还是假的呀 我看不出来 你觉得他是认真的 就是有个粉丝说 就刻了一个非常奇怪的CP 就是凡志欣跟李沫之的名字 哇好美啊 李师凡你的名字怎么这么像他们的 好结合体 我当时看了这个我就笑翻了 我说我的名字我招谁惹谁 那是我们仨比较有缘吧 是吧 好像是 我原来没有发现还真的是 那当时说的时候说 那是我 我是他们的爱情的结晶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爱情保安 你是爱情结晶 绝了 我是爱情车夫 我是他的大舅哥 小舅哥 哈哈 因为沈曼宁对我来说 是一个天使般的存在 但是没有想到 我的生活中闯入了一个 胖里 哇塞你好会啊你 哎不对呀 你喜欢的应该是庄心妍 庄心妍 庄心妍是妹妹了 因为她跟 因为我后面有一场戏 你青梅竹马就是庄心妍 不是沈曼宁 对但是我第一次见到 对我青梅竹马的是庄心妍 但是后来我第一次见到的是沈曼宁 然后我见到的是 我第一眼看到的是沈曼宁的个人 然后我开始对她的是一见钟心妍 我以为她是庄心妍 不那我就不得意了 不对 这个就不对 这个不对 你肯定是 就是你青梅竹马 你喜欢的肯定是 就是 呃是庄心妍 不会是沈曼宁 但是你误以为 那个是庄心妍 所以你从根儿上 喜欢的还是沈曼宁 但是青梅竹马 小的时候谁懂爱情啊 但是长大后 我第一眼见到的是沈曼宁 第一眼见到的是沈曼宁 那你把真真姐放在哪里了 真真姐 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真真姐是第二季 真真姐是第二季 真真姐是第二季的事情 我跟真真姐的第一季的结尾 才算是正式开始 重新认识 重新开始 看看 大帆都都急了 你让她 我已经退出了 我已经退出了 我在距离就已经退出了 我 我看到大陆好多都说要听 袁星成叫袁太太 你叫一声吧 叫一声吧 我们的结束就结束了 来 好吧 行了 来了来了 一会战哥想起 你要跟你的袁星成打招呼啊 来 你好呀 袁星成 袁太太该回家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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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我想哭了 天哪 我看得出来了 真的 听到我脸都红了 听到我脸都红了